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主任宋涛在30日晚间会见了马英九 宋涛表示 两岸是一家人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当前美国频频以台制华打台湾牌 民进党以美谋独 马英九作为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 此时来大陆寄组参访 能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马英九还带领了一批台湾的青年学子 一同来大陆参访 对两岸的青年交流了解 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相关话题 今天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汪鼠申先生做分析和点评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马英九预定在大陆停留12天 第一站抵达上海后立即转往南京 在南京拜业中山林后 到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访 献花祭奠遇难同胞 这段历史的书籍照片 我也看了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这样 有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 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 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从这件事情上 得到教训 让我们要自立自强 才不会被人清零 任人宰割 30日晚间 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武汉会见了马英九一行 宋涛表示 两岸同胞一家亲 要坚持久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月1日 马英九将前往湖南湘潭县白石镇祭祖 马英九强调 此行除了祭祖 也带了30多名台湾学子 要和大陆学生进行交流 希望能促成和平更快到来 王先生您好 马英九的这次参访之旅 一共是12天的时间 时间还是非常长的 而且他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除了他的老家湘潭 还有南京 武汉 长沙 还有上海等地 从时间的安排和到访的地点来看 您觉得他这次访问有怎样的特点呢 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是非常重要的 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 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那么从他这次参访的 形成和这个主题来看呢 我想他有一个基本的定位 一个是定位为 寻乡 祭祖 这样一个之旅 第二呢是推动两岸的交流 特别是青年的交流 从这次选择的主要城市来看 我想由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的反映 从现实来看 马英九参访的几个城市 是大陆的主要的重要的城市 在两岸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包括南京 上海和重庆 武汉等等 我想这是反映了马英九执政八年时期 推动两岸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 那个阶段累积起来的一个基础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两岸之间实现了大三通 两岸在重点城市 包括他拜访的这些城市 都有直航和通往台湾 所以这个是他任内推动两岸关系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成绩 那么从历史来看 马英九选择这些城市 也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也息息相关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南京 包括武汉 这个对马英九自认为 是一个正统的国民党人 他寻找国民党的历史的发展的轨迹 我想通过这次参访 也能够有所收获 我想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 在主要的行政上肯定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 包括这个主要的议题 包括定位 还包括他选择的城市 特别是他这次 带了这个青年学生来参访这些城市 我想这也是他推动两岸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马英九的这次大陆之情包含了很多的第一次 包括第一次参访大陆 第一次去拜业中山林 而且他还特地去到了抗日战争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遗迹 他选择去参访这些历史遗迹有何考量呢 我想这个马英九是有中华民族情节的一个台湾领导人 也曾经在台湾的历史 特别是近现代史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他参访这个南京包括拜业中山林 这是中国国民党人访问大陆是必经的之旅 包括我们回忆到2005年 连战作为中国国民党访问大陆进行和平之旅 那么首战就在南京中山林 此后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时 历任的国民党主席包括吴伯雄先生 都访问过这个南京拜业过中山林 传承了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就是振兴中华 我想这是他选择去南京拜业中山林 那个重要的一个背景 另外他马英九在抗日战争史方面也有不少研究 他本人在执政期间2015年 在台湾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对这个抗战时期 中国人抵御外辱 争取民族独立 抵抗日扣 都做了一些铺陈 做了一些研究和归浪 我想这个是 他这次参访这个纪念馆的一个重要 一个考虑 去亲身感受一下 刚刚您也提到 马英九这次来还带了30名台湾的青年学生 一起来大陆 除了去参访这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之外 还跟大陆的高校有一个沟通跟交流 他带青年学生来有何考量呢 我觉得他考量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当前的两岸关系的背景 是比较严峻复杂的 特别是在过去民进党执政 七年间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 两岸的交流受到很大的阻碍 青年学子之间的交流也受到了这个限制 这是马英九推动青年交流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第二个我想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马英九任内不光是推动了两岸实现大三通 而且实现了大陆学生赴台的学习 这样开放陆深 他任内当时就提出来 两岸的青年一代如果能够及早地进行见面 交流 互相认识 互相交流 互相发展 这样的话有助于两岸人民之间 减少误解 减少隔阂 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 两岸的青年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对方的立场 更好地去推动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发展 这是马英九推动青年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还有一个我也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马英九在任国民党主席 以及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 还推动了国民党的青年发展 包括成立了青年团 接任之后成立这个马英九基金会 主要就是推动两岸的青年学子 青年一代 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合作 我想这也是他这次带一些学生 来大陆交流的一个重要考虑 刚刚我们这个新闻短片当中也有提到 马英九在出发之前说自己已经73岁了 等了36年才有机会来到大陆 所以您分析为什么他选择在今年 来大陆进行探访呢 其实马英九卸任后就想来大陆访问 但是因为民进党执政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原来是三年不得外访到中国大陆 后来又延长到五年 所以马英九选择在大陆这个新冠疫情防控 常态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来大陆访问 我想是他的长久的一个夙愿 是他推动两岸交流和两岸关系 走向正轨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在30号晚间的时候 国台办的主任 宋涛跟马英九在武汉有一个会面 宋涛就说到两岸是一家人 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您如何来解读 觉得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这是表达了大陆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人都是中国人 所以大陆的基本的政策立场 传递了一个信号 就是在当前两岸关系虽然经历波折 民进党执政推动两岸对立对抗的背景下 大陆还是表达了一个 两岸人都是中国人 两岸中国人应该携手起来 推动两岸关系回到正轨 推动两岸关系回到和平稳定发展的 这么一个主流的航道上来 我想这个主要的轨道正轨 是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的 不管是台湾问题有多么复杂严峻 不管是外务势力 外务因素有多么复杂 只要两岸中国人处理好两岸问题 我想台海的和平稳定 就能够得到保障 那根据您的观察 岛内的民众是否高度关注马英九此行 岛内民众又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确实这几天台湾的媒体 对马英九大陆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我想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一个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台湾主要的一些民调机构 发布的最新民调都显示 大多数的岛内民众是支持 马英九访问大陆 推动两岸的一个和平的交流 充当一个和平的使者 来将两岸关系的紧张 这种对峙对立的氛围降低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深绿的或者绿营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马英九访问大陆还是采取一个 带有偏见的这样一个态度 他们更多的是从台独的色彩去理解 中国国民党访问大陆 国共之间的合作 他们是从这样一种 应该是政治眼镜 来观察国共两党之间的这种交流 但是我们也看到 此次马英九访问大陆 并不是定位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护法 而是定位为一个民间的 祭祖的和青年交流的这么一个主轴 我想这个也使得大部分台湾人能够看到 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 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中 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谢谢王先生就相关话题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见日谈 继续带您关注 两岸关系紧张之际 马英九参访大陆对两岸关系发展 有何影响 相关话题稍后继续 一会儿见 新闻见日谈 欢迎回来 在马英九赴大陆参访之际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窜访中美洲 并以过境理由抵达纽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对美方执意安排蔡英文过境窜美 提出严正抗议 予以强烈谴责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以过境为由窜访美国 并抵达纽约 在她下榻的纽约乐天皇宫酒店外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抗议人群 超过500名抗议民众 手持要和平反台独 强烈抗议蔡英文过境纽约等标语 挥舞着中国国旗 高喊口号反对蔡英文的到来 蔡英文此行的目的地 是中美洲的威地马拉和伯利兹 期间她以过境为由 窜访美国纽约 在返回时 她将再次以过境为由 窜访洛杉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30号再次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窜访美国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 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现在美国是频频地打出台湾牌 以台制华 而民进党方面是以美谋独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相互勾连 是逐渐地在升级 两国关系也是一度的紧张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您怎么来看待 为什么马英九选择在这样的时机点访问大陆呢 因为中美关系 最近几年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主要是美国把中国重新进行了定位 定位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不仅如此 美国还把台海地区 纳入到美国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的一个总体的评估是 台海的风险在逐步的上升 是一种步步紧逼的挑战 所以美国最近几年在台湾问题上 采取了力度更大 手段更多 尺度更广的政策 在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的台海政策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 美国的政策调整对两岸关系 包括对岛内政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进党对美国采取的是 一边倒的以美政策 国民党从目前来看 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平衡的 用国民党的话说是 亲美河路的政策 那么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下 访问大陆 坚持的是国民党的政策 并不赞成也不支持 台湾对美国一边倒 或者成为美国以台恶华的棋子 这在目前台湾民意来讲 大多数台湾人都担心台海地区爆发一个冲突 台湾身处第一线 那么美国是在远处 美国在这种离岸战略的指导下 更多的是将台湾作为一枚棋子去运用 那么国民党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马英九在大陆访问的过程中 我看到他也表达了一个观点 就是要避战磨合 那这四个字代表了马英九对当前 连岸关系的一个深刻的认识 这种连岸关系不光是连岸之间的事情 还涉及到复杂的国际背景 那么马英九提出B站 那么明显就是对民进党 这种以美磨独政策的 一边倒政策的一种批判 磨合则符合台湾多数民意的期待 那么B站磨合四个字放在一起 那就组成了马英九对当前 解决台海风险 降低台海冲突的一个整体的思考 我相信B站磨合的论述 也将成为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 处理中美这种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如何维护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 维护台湾同胞福祉的 一个主流的一个政策 它是从台湾政治的角度来说 它是有别于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 这种一边倒的政策的 它某种意义上符合当前台湾已经出现的 对美国表示疑虑的 或者说以美这种观点的整一种趋势 那在两岸关系非常紧张的 大的背景之下 您认为马英九的这次大陆之行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我想它首先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它向国际社会传递了 台湾社会并不是像民进党 垄断下的这种绿色恐怖 所思考的对大陆的这种一味的偏见 台湾社会有一股民意 是推动和平 维护和平 来支持两岸回到和平交流的正轨上去的 国际社会也会看到 台湾社会这股民意在不断地涨大 而不是被民进党蔡英文 单方面的台独论述所迷惑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是能够反映台湾民意的重要的一个渠道 我想这是对两岸关系发展 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第二 马英九这次突破了民进党 特别是台独势力的一些抹红操作 来访问大陆 来展示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思考 来推动两岸的一个深度的合作交流 也表达了推动两岸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我想这些都有助于未来一个阶段 让台湾民众思考如何和大陆相处 如何在复杂的局面中更好地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 这是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马英九在拜夜中山林的时候还特地说到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智力振兴中华是两岸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他还说到要深判两岸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避免战争 您如何来解读他的表态 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 马英九的论述是必战谋合 那么必战越来越成为台湾社会急需的一个诉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对华恶制的前沿的棋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 对美国对台湾的定位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简单的操纵两岸的一个制衡关系 而是从政治上经济军事安全 甚至从战略上启动了台湾这颗棋子作为恶化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岛内的主要政党都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 是走一边岛的路线 还是走平衡或者等距的路线 这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么马英九在这个时候访问大陆 他表达了一个意涵 就是在美国逼迫台湾雪面战的过程中 国民党或者说岛内有一股维持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力量的最新的一些思考 都能够体现到他的两岸关系的一些言行上 而就在此时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蔡英文 是正在窜访中美洲 还企图到过境美国的时候 跟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有一个会面 美台的此番勾连您觉得有怎么样的意图 蔡英文的对外访问主要是几个目的 一个是民进党长期的借助美国来拓展 所谓台独国际空间的一个操作 借访美实现一个所谓逐步的逐渐的 蚕食性的所谓的台美关系的一个突破 来为这个民进党所谓的执政加分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当前台湾的台独势力和美国 极右翼的反华势力的一个勾连合作 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特别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右翼 提出的对台政策 完全突破了美国传统的 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 包括像蓬佩奥 前这个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指出的美国要废弃一中政策 他们还提出要放弃传统的战略模糊 走向战略清晰 也就是说美国应该主张 直接的协防台湾 这些措施都已经改变了 美国一中政策的内涵 那蔡英文和这些极右翼合作 接触 勾连 那么反映了民进党 对美政策 已经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对两岸关系的危害 对这个台海局势的危害 就很大 值得我们警惕 那您分析为什么美国要频频地 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制华 这个问题要从几个层面去分析 第一个 在战略层面 美国已经将台湾作为 对华围堵 遏制和消耗的 重要的一张牌 在这个棋局当中 台湾已经成为美国 对华发动 外交围堵 军事遏制 政治攻击 甚至是意识形态攻击 这样一个筹码 我想这个是从美国对华 整个战略的思考 出发来制定的政策 第二 美国的 出现了一个政治极化 对华 反华 恶华 成为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 甚至一种政治民粹主义 美国两党在很多问题上 特别是外交问题上 立场并不一致 但是在对华问题上 出现了罕见的一致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关注到美国 主要的政治派系 立场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一些 打台湾牌的力度上 尚有一些差异 但是这不改变 美国以台制华的 整个的一个大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台湾和美国关系的 一个发展的走向 是蔡英文讲的逐步的突破 还是说向美国右翼 反华右翼提出的 改变的一中政策 朝那个方向调整 就非常的危险 在3月26号 宏都拉斯是正式跟中国建交 即便是在美方的施压之下 也不可避免宏都拉斯 跟台湾当局断交 有分析认为 这也反映了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您如何来分析 台湾的邦交国问题 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从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 已经连续丢了 9个所谓的邦交国 台湾的所谓的邦交国 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 这充分说明 在台湾当局 以现在的策略 去维护所谓的邦交版图 是完全不可行的 它也反映了 整个国际社会 对台湾问题 对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的定位 有了更广的 更广阔的一个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一中原则 早已经是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国和所有建交国 处理关系的 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是中国的一个 核心的红线问题 只要承认一个中国 中国就能够建交国发展 良好的关系 但如果是建交国 虚化 掏空一种原则 那么自然会影响 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关系 台湾问题的解决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想随着中国 整体实际的不断发展 随着两岸关系的 这种调整 一个中国原则 会受到越来越的 国家的支持 也将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统一的 一个重要的基础 好 非常感谢 汪先生今天做过我们的节目 谢谢 新闻近日谈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